第21届台湾精品奖表扬大会 4月2号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隆重登场 会中并邀请到台达电子 勇气车业及张连昌Saxphone等公司分享获奖感言 现场厂商互动交流气氛热弱 本届共有483家厂商 1221件产品报名 参选建树创下5年来的新高 参与家数较上届成长13.4% 产品建树也成长了6.64% 在历史两个多月书面审查及4天的现场评建 透过8位选拔委员及77位副委员 从品质 研发 设计 行销等不同角度审慎评选后 共有198家厂商的541件产品脱颖而出 获得此项殊荣 我们将来还会从541件里面 挑选出26件作为金子奖 这可以说是一个最高的荣誉 我们这几年也推出来的IMC IMC跟IEP 这就是一种行销体验 整合行销的活动 这整合的行销活动 我们也在各重要的都市 尤其是新银赏都市 举办各种整合的行销 邀请当地的代言人 做各种广告 做各种促销活动等等 非常非常地热能 在这个金子奖贸易提示之下 我们这几年就做了许许多多 在海外的推广活动 台湾精品真是魅力无穷 在一个地方展出了 比如说报纸真正的一些文章 就是台湾精品 其幻之旅 包括每一样精品 都仔细说明 这个实在是 我们大家共同的一个骄傲 台湾精品的选拔 从美国82年以来 总计表出了 6867项的金子 并积极在国内 以及世界特地宣传推广 以建立台湾优质产品的国际知名度 并提高国人对台湾精品的认知 与好感 在政府长期推广 跟企业界的努力之下 台湾在研发创新 设计品材 这些方面已经陆续展现了 一些成果 我国的创新能力 每年都在各项国际检体中 名类检骂 例如 台湾在EIE全球创新指标 2009年到2013年 全世界的排名里面 台湾排名第六 仅次于日本、瑞士、芬蘭、德国和美国 在所有开发工国家中 我们排名第一 经济部期待 透过办理台湾精品奖的选拔 跟推广 让信材从台湾发光 能够进而放远全球 下一阶段 台湾产业的最高荣誉 台湾精品金植奖 将由国外知名奖项机构的专家学者 与国内专业人士 共同组成的国际评审团选出 并于4月23号揭晓 在此之前 欢迎民众参加 The Power of Taiwan 第21届台湾精品金植奖 大预测活动 以行动支持台湾精品发展 让世界看见台湾的实力